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我补救的方法就是在我FB大师宝藏或者我的名字William Liu 我的FB的网站上各位可以上去看可以上去浏览 我PO了有很多张细节的照片近距离的照片 然后在这边呢我只能尽量把镜头缩短一点 不能缩到看不到人也不行 对着空气讲话这个东西也怪怪的 然后离得太近嘛我开了广角怕它又会变形 这样差不多 这样差不多 先给各位照一照 因为它很小一块 它是双面雕工的 双面雕工的 它一边雕的是龙纹 是一个什么 盘泉的一个龙纹 缠绕盘泉的一个龙纹 另外一方面 另外一边雕的是什么 一个令牌 一个令 令 令 令字旁边也是一条龙 就换句话说 云从龙 风从虎 就是什么 一个龙纹的令牌 也就是龙令牌 它的尺寸呢 我们讲到四六 四六牌 我们常讲四六牌就根据这个 就是汉代2000年前的东西 四六牌是根据这个而来 但它不是这么精准的四六 它是黄金比例的 它是照黄金比例的 而长 长 就是它的高度 是6.4公分 现在起来的 6.4公分 宽度是4.6公分 所以还称得上四六牌 而且是黄金比例上的 看起来最舒服的 很大的一个特色就是 它的厚度非常的大 非常的大 非常的厚 它达到1.1公分的厚度 哇 这样的一个令牌 这样的一个玉配来说 算是很扎实的一个绿配 在当时来说 哇 这个是 这等级就非常的高 而它四边 都经过了打圆磨圆 磨圆在上吊工 因为它是个满雕的 满雕的 四周围雕的都主要都是些 云文为主 云文 跟龙文的存在 我们秦文顿家讲 云从龙 风从虎 所以在古代 从西周开始 周天子就组织过这种纪 叫做云记 叫做云记 到了汉代的时候 云记 也是非常受到重视 受到的什么 帝王宫廷的这种重视 所以先给各位 先瞧一瞧看 这是我们今天 介绍的这些主体 各位可以看得到的就是一个令字 一个令牌 至于我用了一个唐宋时期的一个什么 一个高竹炉 一个什么 冲天尔的这个高竹炉 是作为衬托了 因为我找不到适当的东西来做依托 这是一个搭配 它本身也是一件古董 这是一千多年 这是两天来年 我想这两天 就是我们调整一下口味 给各位介绍一个小件的 这个叫玉配 这个玉配的等级又非常高 它叫做龙令牌 或者龙文令牌 厚厚实实的 给各位转一圈 给各位看一看 转一圈看一看 也顺便欣赏一下这个炉 这个炉 这个炉 这个炉也有什么 千年的什么 古炉 你看 它这两头 两头都 看 从我这边看 就是一个令字 命令的令 命令的令 令的 它圈圈 一圈一圈的 就像什么 北京或者像是 伦敦 分为六区 那一圈 一圈一圈 Rone One 大家知道Rone Six 那个圈起来的 一圈一圈 那就是龙的躯体 龙的躯体 然后最后它的龙手 向着左边看 龙手 龙手什么 青龙回首 向着青龙方去看 它手 是上好的和田玉 和田白玉 你乍看它觉得它不白 可是你在强光下 或者在闪光灯下 一照相起来 它就是底是白色的 然后中间 赫红色的沁 那是一种什么 铁沁 山岩华尔铁的一种铁沁 一种铁沁 这种沁色 沁起来是非常 有一句话说 观古域的 御德五色沁 御德五色沁 价值十万斤 就这样的道理 它有这种 满功加上这种什么 满庆 它这个庆 又是什么 深血 它有过度 这种很自然的这种 这种庆 感觉上 它是一种生命力 它就是生命的一种展现 也就像我们锦绣河山的 山川地理 山川地理形式 山川地理的那种分布 有山 有河 有海 有高山 有平地 有重骨 给人家那种感觉 就本身 会欣赏的人 他知道 它就是一个锦绣大地的概念 一个锦绣大地 这样的一个令牌 我们知道令牌 在中国古代 尤其在古域上 或者古青铜器上 都有看到令牌 大家一般都知道是虎符 看大家的虎符 下面的 调兵遣将的虎符 其实最早的令牌 除了调兵遣将之外呢 它还有代表一个什么 一个王者之尊 它的一个权利 我叫大战夫啊 要有野心 大战夫什么 要能够取而代之 要能够号令天下的这种 企图心 跟这种野心 号令天下 像现在美国总统 启动选举刚选完了 接着要搞 搞美国总统大选 在中国的古代 没有选举 可是 尊王逐鹿中原 一直都是什么 各家的一种 一种 英雄好汉的一种拼搏 一种逐鹿 从文的到武的 到什么 行德政 就像西州 中文王中文 新德政 然后自然的什么 自己像一个什么 百鸟嘲讽 他这样就追随你 他用新人政 相对于 商周王的什么 行暴政 自然周边的帮国都投降他 就像百鸟嘲讽一样 这西州兴起很重要 西州八百年的国座 是因这样而起的 就是一个仁字 他离开了仁字 他就什么都没有 接着仁字 接着因为这个仁字 而周公 智礼作乐 来巩固 这个仁 孔老父子的思想 就从这样而来 忠心思想 这个仁 阿亮唱歌 孔子的忠心思想 就是 是个仁仁仁 新主以外的就是仁 就是 做工智礼作乐 都是主要的 他用礼乐 来衬托的 内在的什么 仁 新主以外的就是仁 所以有句话 他客己负礼为之仁 中国人要是 离开了这个仁 就什么都不是 中国人记得 一定要知道 我们为什么说 离一连 此 国之四位 而且把离摆在第一位 就是根据西周的 周文王周武王的 新人证 新人证 周公智礼作乐 把这个仁字 是吧 发书出来 那就叫做离 跟乐 孔老父子的什么 君子的六义 也是把离跟乐 摆在最前面 离乐摄欲书书 所以 也要研究中华文化的 一定要能够 先有这样的一个宏观 先有这样的宏观 所以 这也就是 我们的令牌 令牌也是具于这种理智 什么规格的人 你可以用到什么样规格的令牌 尤其是 像是有龙文的 龙令牌 不用说 必然就是王者之气 他古 那个时代的王 他他未必 就单指一个皇帝 也有可能是皇帝 也有可能是各地的什么 分封的亲王 王者之气 他才能用到这个什么 虽然有的人说 2000年前 龙还不是代表皇帝 这话只讲对了一半 是到了什么 元明清 尤其是明清 明清时期开始 龙 穿龙袍 就变成龙 龙是吧 就是天子 真龙天子 就代表了皇帝 在这以前呢 龙不重要吗 当然还是重要的 你读古书的人就知道 我们周易易经 易经的六十四卦 易经的六十四卦 第一卦是什么 第一卦前为天 老父卦前卦 第二卦老母卦坤卦 前为天坤为地 第一卦呢 而且第一卦 它的卦是什么 圆横立真 怎么来解释圆横立真呢 周公 我们刚刚讲 字里作业的周公 遥词是周公写的 用六个遥词 它用六龙玉天来 来形容这个圆横立真 这四个字 所以说周易是三千年前的 三千年前的经典 就把它列为六十四卦为首的一卦 它重不重要 它当然重要 它绝对超过有形的这种什么 到元明时期 皇帝穿在身上的龙袍 龙文 五大龙文代表皇帝 觉得更甚于这个 它是在人们的心中 在人们的精神思想里面 在人们的一种哲学观 人生观 或者是一种什么 宇宙观 早就已经跟我们中国人的思想 融合在一起了 因为你看到龙 你就感觉上就不一样 所以《易经》第一卦的前卦 它的谣词 初九谣 浅龙无诱 九二谣 县龙在田 立间大人 九三谣 君子终日前前 细踢若立无咎 是一个什么 努力用功的龙 九四谣 获药在渊无咎 获药在渊就是什么 李玉已经要上龙门了 就已经在跳药之前的那个 就是那个称干跳高的那个选手 他已经什么 跨步出去已经腾飞起来 飞到一半 或要在渊无咎 九五谣就大家都熟悉 飞龙在天 立间大人 最高的 飞越了这种障碍 李玉已经要过了龙门 李玉要过龙门就是什么 就变成龙 鱼化龙是这样 当然上九谣大家也要晓得 抗龙游会 但他跟人家人不要过度了 不要over了 适度的可以了 你要收了 要收放之间嘛 抗龙游会 他有个带他有个要填条件 现群龙无首 你不要在人群之中去跟人家争斗了 你已经什么 光滑过了 你已经闪亮过了 把位置让给别人 你居于一个崇高的地位 居于一个荣誉领袖就可以了 就现群龙无首级 进入宗庙之位了 宗庙之位就不与人争 但是受到了什么 历代的尊崇 所以六龙渝天讲的就是钱挂 所以龙重不重要 当然重要 他要是能够一个龙令牌 他绝对是一个王一级以上 王 各位就是一个王 我们许圣的 东汉许圣的说文解字 怎么解释这个龙呢 当然大家知道龙是灵虫之长 所以士灵之长 士灵什么 龟龙凤 是个灵性的神兽 就最吉祥神兽 龟龙凤 他是老大 灵虫之长 能聚能细 能幽能明 这龙啊 哇 他一下可以无限大 他可以一下无限小 能聚能细 能幽能明 他可以显现在你面前 彰显在你面前 他一下可以的吧 隐身起来 他会隐身数 能大能小 能聚能细 能幽能明 你 春分 春天 春分而登天 秋分而前 登天似的吧 表示你 好好到外面去发灰 发灰 就像少林寺 学生的武功之后 经过十八童人像 行走江湖 舒展连了理想跟报复你的野心 就飞龙在天 就让你施展你的理想 施展你的报复 到了一个程度的时候 还是要什么 还是要充电 还是要再进化自己 然后就秋分而浅渊 浅渊就是一种处在充电的状态 充电的状态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龙 在我们中国人心目中 是已经 神格化 已经精神化了 神格化 所以 西周时候 就周天子的什么 云记 什么云记 我前面大家讲 云从龙 云从虎 我们中国人 对这个龙 一方面是对它的一个尊崇 它把所有最瑞征的 都集合在一个上面 就是 它有 各种吉祥动物 集于一身 但是很重要的一点 龙 在我们十二地支里面 十二生肖龙 鼠牛虎虎虎 龙蛇马羊虎虎虎虎 对 配上我们的地支 十二地支 支手银某 尘是五位生肖 尘 就是龙 尘是什么 身子尘 是水之库 换句话 它就是代表什么 大水库 所以中国人向来 以龙立国的 觉得龙重要 当然重要 中国以龙立国的 这个龙 为什么重要 因为龙就代表水 水是农业之根 是农业之本 没有雨 你看现在极端气候 像非洲 不下雨 一片荒凉 人饥荒 冬了二十几万 几十万人的饿死 看得很可悲 也很可怕的 饥荒死掉的人 比战争死亡的人数 还要多 所以 靠天吃饭的 以龙立国的中国 古兽的中国 这水这么多 当然 这个龙就在我们心目中 更巩固了它的定位 所以 那西州时期 西州建立理智体制 最严谨的就是西州 那时候有周天子亲自主持的 所谓云记 这个制度 一直到汉代 都还要 而且越来越重视 因为中国人就是以龙立国 以龙立国 你离不开水 离不开水 就离不开龙 龙是水库嘛 生子沉 水库 沉 我们讲三河 十二第一字是三河 三河合起来 它会成为一种五行 那这种五行的力量是相当的大 我们现在和婚 也是擦四岁 擦四岁 擦四岁和婚 也是用这种三河的概念 这力量是最强的 十二地支 对吧 这个 这个 除雨 除雨下来 就是什么 三河 三四一十二 深 是水的长生 只是水的地望 沉 就是水的木库 花家就是石门水库 它就是什么 台北的翡翠水库 也更是大陆的什么 三峡水库 三峡大巴 所以它掌管了雨 而且云从龙 所以我们拜云就是拜龙 这个道理是相通的 所以我们这个除了正面两面 一面是单独的龙 另外一面就是朝各位的这一面 龙圈圈转圆转圆 好几圈的这个龙纹 只一条龙把它伸去卷曲 像蛇一样卷曲 中间一个拎子 中间一个钻体的拎子 那四周围呢 对了 云从龙 风从龙 就是标课的云纹 龙穿云在云中 什么叫 湘云之中的龙纹 这是最极想象 所以它为了凸显它的整体性 我们讲的就像那个通景画 它为什么四个脚 它还把它磨圆 它就先是这个龙的法力无边 它能够什么 穿越正反面 它整体视觉效果来说非常的好 我昨天破了脸书 你可以看 尤其侧面 我觉得侧面照片 比正面照片还要好看 它有那种利于美的感觉 肌肉现象那种利于美 我们玩欲 最高等级的欲 就是湛汉的欲 所谓的高谷欲 我们想到我们国内的大收藏家 张国华 这两天嘛 好像就这两天 19号还是哪天 我确定不记得 它排卖一个辟邪兽 就是西汉的辟邪兽 汉代的辟邪兽 小布拉基的 也是才六点几公分 我忘了 我们这个牌子就是六点四公分 我们四六牌嘛 六点四乘以四点六 就跟我们差不多大小 不过它是个圆雕的 它是个黑白玉 黑白玉的 圆雕的 一直都到这嘛 好像一两千万起拍价 他们说实体拍可能还有超过这个 我们不是说动不动谈价钱 谈价钱说不定 他们有他们商业运作的方式 他们有他们的 这个 那一块 或许 不是我们的专长 但是我们是专长 要懂的什么 能够试货 要能够收藏东西 你要当个收藏家很重要 你要能够试货 你要能够分别好歹 除了分 能够什么 知古 就是说 这个是古语 这是古词 这是古什么 你还 除了能够分新旧 分新旧很容易了 我们搞了半个世纪的 将近半个世纪的 怎么讲 你看什么东西的新旧 其实更不用放大镜 你看一看 大概就什么 八九不离十 新旧 看是不是古代 还是现代仿的 一眼就可以变真假 但是你要分它的好 就要有艺术眼光了 这不是老 那地上鹅卵石哪一个不老 对不对 你去收藏鹅卵石吗 不会的 你一定要有它的艺术性 你所谓的人的这种精神意志 跟人的美学的角度去切入 所以这古语当然就受到 为什么现在古语越慢越高 越来越受到重视 道理就在这里 因为它代表一个时期的 帝王的思想 王者的思想 又代表一个王者的这种美学 又代表一种艺术性 又代表什么 很重要的一种理智 这个就是一个理智制度 人 配在身上 号令天下 大丈夫 应当如是 能够号令天下 龙令牌出来 能够号令天下 龙令牌就改 他就在这个区域 或者在这个国度里 或者在这个郡守里 或者在这个区域里面 他就是王者 我说他一定是王者之亲 王者之尊 他在那号令天下 所以龙行天下 龙行虎步 这个龙令牌 不过我们也要知道 宗教 道教也用令牌 各位要会分 但道教的令牌 他就会付主 他上面的一些什么 那个辅助文字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不管是山算地理的 或者他有一些什么 一些口令的 五雷之神 雷神 赤令雷神 去执行一个什么 工作 赤令雷神 去什么 去救 去救助 去救灾 或者去祭祀 或者是求神 求雨 那种什么 赤令五雷 五雷之神 那个是道教的用法 道教 从古代的道教 从东汉的道教 一直到现在的道教 都有用着这种令牌 但它多半不是玉做的 玉的也有 但极少极少 多半都是用木头或者铜 对 对 尤其牧令牌最多 牧令牌最多 你看 所以第一个你要分 古今 会分新旧 会分新旧 然后你还分它的等级 所以这个 这个怎么讲 这个品地的高低 就差多了 等级啊 我们宛玉 有种民谣的细路 民谣的细路 我们也分它的 民谣细路 以为它的等级的高低 当然最好是观摇 观摇指令 观摇里面也有高低 一般生活用器 跟它的理系 理事用器 跟它的赏赐用器 那是等级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这一件 就是一件什么 我们把它定位在 就是一件王者之气 王者之气 1.1公分这么厚 那美学的角度 4600岁 4.6公分 乘以6.4公分 这是看上去最舒服的 而且你配挂在身上 就在沉甸甸 但是你 又不会让你扭到脖子 我最近这几天 我就来佩戴 这就是一种什么的 佩戴上它 你自己就有一种精神 一种龙的那种什么 概念 你就会什么 跟你内化在你身体的一部分 号令天下 当然我们现在不可能 在这个21世纪的年代 你怎么去号令天下呢 你又不是美国总统 对不对 你又不是习拉大 但你在精神上面 就是不一样了 你在精神上面的话 你就可以什么 又如 易经 潜挂的九五角 你就会有一种 飞龙在天 利监大人 那种格局 跟那种 处世的那种眼光 还有什么 一种 ambition 一种企图心 人自然获得你的一个战略 看事情的战略高度 无形之中就会提升 你就会拘泥在那些 那个小垃圾的那泥脑里面 这是他给我带来的一种感受 我把我的感受分享给各位 信不信 或者各方面 每一个人角度不一样 所以 给各位 自己去思考 但是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器物 能够分享给大家 也是 也是 本身就是一种成就 本身一种成就 好 我听各位讲 是不是能够 再转一圈 给各位看一看 转一圈 他各种 你看他侧面的这个角度 侧面的角度 看起来很漂亮 最好上我的脸书去看一下 去看一下 他能够什么 号令天下 的龙令牌 龙令牌 他是古人 配戴胸前 或者是配戴腰 腰脊 一个重要的一种 什么 利益的代表 也是 身份的代表 一种 王者之气 他散发的这种气息 虽然2000年了 他依然有他的什么 光滑 在他淫润的褒疆之下 你看看我照的那个照片 你可以感受的更能够强烈一些 我想今天 我们的龙令牌 号令天下的龙令牌 把他的这种真龙正气 也分享给各位 大家沾一沾这个龙气 能够像飞龙在天一样 能够云从龙 风从虎 我们三十二话 我们每次给别人取名字 很多人为什么喜欢去三十二话 三十二话 他的灵龙话术就是 池中之龙 风云际会 医药上天成功渴望 风云际会 就是 让大家分享这龙的精神 一旦 风云际会 医药上天成功渴望 今天说到这里 谢谢各位